今天出壳一只特别的小可爱 现在都到了草柜出壳的末期了 还给我安排这样一个惊喜 浅黄色花纹的皮肤 滴溜圆的大眼睛 时不时的还扎巴一下 天生就让人恋爱 这一盒都是七月份产的草柜蛋 已经顶破蛋壳的就放在滋石表面 这一只特别的家伙也放在一起 让它自己待着 想什么时候出来就什么时候出来吧 三天后我再次打开复化盒 发现先前的几个蛋都已经出壳了 让我来找一找小可爱在哪里 显然这个最小的家伙就是它了 这滚了一身的滋石粉末 也看不出颜色差异了 但是一看这水灵灵的大眼睛 确定是它没错了 凑近点也还能看出脖子花纹 是和普通草苗明显不同的 背甲颜色虽然脏兮兮的 但是和旁边黑壳的草苗兄弟比起来 还是更偏向咖啡色 都拿出来洗洗吧 小苗子留在孵化盒里几天 其实是更有利于暖黄安全吸收的 有些苗可能会装下去 我再来翻一翻看 果然就惊出了一只小家伙 看这个小企格 应该是小可爱的铜窝兄弟 这一放水里 龟苗都活跃起来 同时也显得小可爱真的个头特别迷你 最小的总是会得到更多的光注 别的草苗肚脐都收好了 只有这只小可爱的肚皮上 还有一点红红的东西 把它拿出来 还有它的铜窝兄弟放在一起对比一下 个头都差不多 但是颜色有明显的区别 放在水里看 颜色的差别就更加明显了 小可爱虽然也活泼 但是动作没有它的兄弟那么流畅 可能是因为肚脐上还有残留物 拖着有点负担吧 当然都是干出生的宝宝 谁也没有比谁灵活多少 看它们的动作 真的就像盘山学步的小孩一样 既笨拙又可爱 小可爱就要特殊照顾一下 所以只能委屈它的兄弟要被分开了 这种特殊的个体 都是基因突变的结果 往往突变的个体体质差的比例比较高 这一只很明显就是比较弱的那种 它的背甲甚至都不到两厘米 只能花更多的时间 更精细的照顾了 不过它的活力还是不错的 虽然步伐不太稳单 但是爬行还是非常有利的 通常习惯把这种变异风格的草苗叫虎蚊草 大概就是因为它脖子上有比较粗的黄色花纹吧 这个季节温度不断走低 我准备过两天就开始加温饲养了 希望到明年它能真正变成一只虎虎生微的虎蚊草 然后撑开 希望靠近各位 感谢大家